僵尸与植物 跑酷大比拼 首先出场的就是向日葵 他能够过关斩掉 闯关成功的咱们事故一代 面对绿军人 向日葵一个抠番轻松化解 来到无敌神拳面前 又是一个抠番 漂亮 这根本也是毫无压力啊 这次来到双军人僵尸面前 他还能身清如液吗 可以看到 向日葵首先一个弧地滑行 跟着前翻起身 顺势一个舔轨 化解两个军人僵尸的攻势 简直一气呵成 来到弯道面前 他竟然直接掏出了队长队牌 这样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队牌挡住弯道的攻击 也是顺利通过 最后能否闯关成功 就看超人僵尸能否拦住向日葵了 超人僵尸直接蓄力 雷射也直接发射 哎 这个动作太奇葩呀 竟然爬过去了 这样的话 向日葵闯关成功 没有问题 接下来咱们再看僵尸 能否闯关成功 首先面对的就是坚果 而坚果一马到天 直接挡在了路上 僵尸顺势一个高跳 轻松通过 紧接着来到了机枪射手的攻击范围 只看僵尸一个前攻翻 也是没有什么压力呀 面对两个参位 僵尸也是丝毫没有紧张 咱们看他怎样通过 哎 一个前滑 紧接着一个空翻起身 再来一个前轨 就这样通关了吗 这也太简单了 面对仙人掌的时候 僵尸也是拿出了队长队排 导入了仙人掌的攻势 这样一来通过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咱们可以看到 是玉米超人 僵尸会通过吗 会以什么方式通过呢 咱们拭目以待 玉米超人算天发起攻击 什么 竟然也是爬过去的 过去 僵尸给向日葵 是一个师父教的吗 这样的话 僵尸向日葵 跑步挑战成功 竟然是一个师父教的